原来当初当初你们不是这样说的 你们看你们看你们看 哎拦住他拦住他 上回咱们说到赵铁面经过探访 搜集到了邹同仁沙梁冒工的铁证 上报福庆王之后 这位铁面乌司赵大人在公堂上 对这个狗官邹同仁开审了 可邹同仁因为相扶亲王行贿成功 在公堂上是半点不慌 赵铁面当他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把证人权请上堂来当面对质 看他有何话可说 可是这些证人在公堂之上突然改口翻供 原来对邹同仁不利的证词 现在是一概没有 依照这些人证的说法 邹同仁不但无罪 反而尽忠之手立下大功 这情势莫名其妙的扭转 让赵铁面可气坏了 他辛辛苦苦的活出性命 跟诸方势力对抗 就是要为眼前的这些个哭主申冤 而这些人现在却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改口让案情无法继续了 他把这些证人原先的口供散落到他们面前 恼怒的质问他们之前都是怎么说的 接下来的事就更离谱了 这些证人纷纷捡起地上自己路过的口供 拼命的往嘴里塞 也不用战将直接是空口就吞 拦也拦不住 相比赵铁面的惊慌失措 跪在公堂之上的邹同仁 一扫往日阴霾 露出了爽朗的笑容 俗话说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这赵铁面刚刚审犯失利 夫亲王又给他念了个状 这赵铁面出差湖南调查案子的时候 以权谋私 所会不成 邪嫌报复 故意陷害邹同仁 并且在出差途中 召济享乐 有失体统 案情突然扭转 并且是有理有据 邹同仁不仅一口咬定 赵铁面向他所会 这伙人还买通了一位青楼小姐 当堂的诬陷赵铁面 直男赵铁面 哪里想到 这件案情已经被这伙人 暗中标好了价格 冤枉的要命 却也没有办法 一位铁骨铮铮的正职官员 就这样被充值玩家 邹同仁给塔下反杀了 可悲可叹呢 回大人 赵老爷屁股上 确实有物资一枚 你怎么退他 这 桂兰山听说赵铁面 被阁值拿问 还要靴官未明 永不录用 他就知道这里边 肯定有内情 要说还是直男 最了解直男 他桂兰山巡守南城 这地界八年 从未收过一分贿赂 他相信赵铁面 也肯定不会收 如果这案情 还有翻案的线索 那这线索一定是在 恩福弄丢的 那个皮虎书里 桂兰山找到燕武 听说皮虎书 还没帮他找到 马上对燕武的 盗贼技能士 立即大肆嘲讽 手拿法钻 什么扭门 翘盒这事都不干 得嘞 就算没这发生事 以后你也别再大八大了 俗话说 干一行啊一行 燕武既然能够成为 金钟的名道 说他不热爱自己的职业 那是不可能的 见到桂兰山 侮辱他的手艺 燕武就咽不下去这口气 他立即跟桂兰山 立了个君子约定 天亮之前 一定把这个皮肤书给找找 桂兰山回到衙门 老六说 有客人等着呢 还是个女的 可桂兰山进了厅 左姑右盼也没见着人呢 这时候桂子的门打开 里边坐着个俊巧尼姑 这尼姑双手合十 有模有样的念了句佛号 把桂兰山吓了一大跳 正在桂兰山错愕的时候 这尼姑出柜了 自顾自的找了张椅子坐下 桂兰山才恍惚认出 这是顶头上司 八大人家的八小姐 原来八小姐因为 王爷家再次提亲的事情 决心捍卫女权尊严 宁愿出家 也不愿意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但当尼姑得有个寺庙 愿意收她呀 而且当尼姑还得在 专门的机构注册 特别的麻烦 她这次就是让桂兰山 给她找个关系来的 你地面熟 就给我找个尼姑啊 我挂单 不 这不合适 小姐 您听我说 我是尼姑 桂兰山口上说 帮她找个清静雅地 却不敢真的把八小姐带去出家 又把她骗上轿子以后 轿子又回到了八府 正巧八府上下 正在为找八小姐心急呢 桂兰山这回可是办了一件好事 马上行见了桂兰山 两个老同学就聊了起来 照铁面被搁置 这胡广道就又有缺口了 这个桂兰山上次调职失败 而这次升之有望 在闲聊中 桂兰山知道了 惨照铁面的折子 是被人暗中操纵的 这马上行只有写了个名字 这背后必有隐亲 于是桂兰山决定 请马上行喝酒 酒桌上让桂兰山 得知了照铁面 确实是被陷害的 心中已然有了决定 这边的酒局已经是 醉倒了人 另一边的屋檐上 燕雾已经和黑旋风交上了手 两人在屋檐上 啪啪啪地过了几招 燕雾不愧是贼中高手 一套接话发 黑旋风没有闪 他大意了 这就被对风 轻轻松松地给压制了 看到厌恶人意地给他点到为止 黑旋风自知既不如人 也乖乖地交出了皮虎书 燕雾也不愿意仗势欺人 作主让他拿了一半的赃款 作贼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还有一个账本在里头 你没动他 我哪辈子识过字啊 我做主了 你留一半 桂兰山拿到了皮虎书中的账本 对赵铁面这个案子 可以说是吃了个定心玩了 恩福顺路来到衙门找桂兰山 还是为那个皮虎书的婶而来 他表示里边银票是小事 里边的账本可是关于他的身家性命 还给桂兰山递了一千两银票 被桂兰山以办完事再领赏为由推辞 桂兰山拿到了关键账本 会用什么样的方法为赵铁面翻案呢 这案子盘根错节 上面还牵扯到了亲王 桂兰山能够把这桩案子办妥 还赵铁面一个清白吗 观众老爷们 我们下期精彩继续